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中美簽約利好股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上升316點 收報28954點 成交相當活躍 有1118億 今天港股繼續承著近期的升勢 恆指今天的收市價 28954 已經是去年5月3日以來最高 而今天恆指最高見過28971點 這個位置就是去年7月 差一點點突破的高位 7月以來最高 上次7月高位是29008點 差一點點 有沒有機會勝婆?當然有 我仍然維持著中線上網3萬關的預測 今天港股做得好 其實都是延續著這個氣氛 中美貿談有機會在星期三 1月15日簽約 其實去年曾經在投資地區周刊發表過一篇文章 題為約簽貿協 就是恆指3萬 其實估計如果簽 恆指有機會升到3萬關 現在去到近29,000 即是再升多1,000點 機會都很大 當然 直線再上1,000點 又未必一定是直線 不過總之多是中線 都是看著3萬 今年最樂觀的情況下 恆指有機會升到3萬6,000點 這個就是去年12月12日 這部牛眼看港股的時候 一直都這樣說 好了 今天具體地有些什麼呢 第一 現在市場對於中美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 表示相當樂觀 我們先不看股市 先看一個貨幣 就是人民幣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看看人民幣的走勢圖 現在其實曾經升穿過 向下就是人民幣升穿 記住 向下人民幣強 向上是美元強 現在去到6.89 其實是去到6.88多的 見過 即是6.89都升穿過 一直是比較強勢 人民幣有機會去到6.85 或者6.83到6.86之間 那裏增持 當然大部分時間都是6.85左右 上上落落 因為這個就是之前去年7月份 人民幣最強的時候 港股當時最強的時候 亦都去到多少 剛才說過 恆指是29,000關 現在都很接近 有機會去到的 就是說回復中美樂觀點的水平 其實去年恆指的時候 就是在7月的時候 本來是29,000關 但誰知道突然間 中美又有些爭拗 突然間特朗普又說要加中國關稅 即是說9月又要加 所以由29,000下跌下去 25,000 那個過程跌得很急 而人民幣在這個過程 在8月這個過程 就跌得很急 現在就逐步收復這些失地 恆指也都逐步收復這些失地 去到29,000甚至30,000是恆指 而這個人民幣是有機會去到6.85 甚至6.83這些水平 好了 這個強之下 就是資金流入中港 所以民生指數 現在去到接近29,000 即是去年7月的高位的水平 如果幸運 今次貿易協議 之後再有些刺激 上3萬都不奇怪 為什麼說還有些刺激呢 就因為 其實中美今次很重視貿易協議 不是說副總理劉鶴 非去華盛頓 和入白宮簽份約就算數 而是大家都帶著 很大群商務人員 有些是官員 有些是商家 大家一起去什麼 去談生意 這次其實是一個 你說表面是一個貿易協議 背後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來往 特朗普 特朗普 已經邀請了200人去見證 中國想著 百多二百人飛過去 會不會再多些 也有機會 路逐續有些會去 去談很多其他方面的生意 有機會利好中美的貿易 另外一方面 很重要的 就是中美決定 重啟半年一次的經貿對話 本身是有這個機制 但後來因為中美貿易上高出現的一個紛爭 所以取消了 現在說重啟半 重啟半這個機制 一方面又重啟這個機制 一方面也在這裡 可能會展開第二階段的貿易會談 雙兩邊一起做 對於大家化解分歧有些幫助 雖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分歧第二階段是很難 真的很難做的 很難達成 不過特朗普其實已經都說了 現在一邊談 不是說要立即會有結果 不是立即要談得到 他說了現在一邊談 談到什麼時候 就是去到他大選完 他希望連任 連任之後才跟中國 簽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 那就是起碼會有一段 大概約莫一年時間的 比較相對穩定的安全期 不是說中間不會有紛爭 小打小鬧會有 譬如到時候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 一定是用中國來消費的 一定是向選民說 要打壓中國 種種種種種 特朗普都會說 每次出這些言論 可能說到很辣的 會影響市場情緒 不出奇的 今年會有這樣的事情 甚至乎在第二階段的謀談上 會傳出一些很辣的問題 但是大家知道 不需要這麼快簽約 就慢慢拖出來談 所以有一個相對安全期 希望是這樣 這宗消息刺激了中港股市上升 除了恆指標上來 去到收市位來計 去年5月高峰 5月以來最高 以即日高位來計 去年7月以來最高 之餘國企指數也進一步上升 這個頭肩底的形態相當漂亮 特別是這一天 11月8日做了一個後秋 做了後秋 然後現在衝上來 有機會再上 按照短期來看 可以去到大概12,000區 12,100多點 上證指數 其實都是一個頭肩底 如果拉長一點來看 是一個頭肩底 是一個頭肩底 今天又是再上升 3115 這是近期的高位 深淨成分股指數還好 升1.5% 上證指是0.75% 深淨成分股指數升1.75% 升幅是它的雙倍 去到11040收市 這個頭肩底 照量照度就去到3363 起碼都會去到去年4月高位 3288 最主要是因為人民幣強 回到來看有什麼股票值得大家留意 今天有很多股升 可以說是雞犬皆升 特別最主要留意的 其實今天在《投資對財》周刊都寫了 或者最近我們投資版都說了很多很多次 就是ATM股 ATM提款機 我們要提款 香港市場提款 當然要找那三隻股 第一隻A就是阿里巴巴 牛創新高升2.2% 收222.8 最高是224.6 今天是有大行看好它 安信證券發表報告 預期阿里巴巴2020年第三財季 收入可以按年增加36% 去到1590億元人民幣 經調整後的利潤率是31% 估計第三季的淨利 按年增加38% 去到411億元人民幣 從業務來看 它仍然主要是靠這個核心 是靠這個商業 商業就按年可以增加35% 佔比是87% 第二樣是雲計算 雲計算增長得快了 收入增長60% 但是提供的收入佔比只是7% 最小的就是娛樂 還有一些阿里巴巴屬下的娛樂事業 增長也有2成1% 佔比是5% 那些較小 最主要都是商業 雲計算是未來的 阿里巴巴所以又是這樣升 第二 ATM TNT 當然是騰訊 騰訊今天突破400元 收入406.4 就是去年4月的高位升穿了 最重要是406.4 這個位是當年南非大股東配股的時候 配股價405元 今天收市價站在配股價之上 就是說有機會重返 配股價之上之後 有機會再一步做好 之前那些歷史高位476.4 那現在來看大行有些都看回450元 460元 那就是有機會反覆上升 它現在繞了個底上來 如果打得穩這個3880 這些水平呢 是有機會再上去的 另外一隻M就是美團 美團今天也創新高 歷史新高 最高的時候去到113.9 收113.1 升幅就更大 剛才那兩隻巨型的股 這隻都不小的 不過就沒有兩隻這麼巨型 升3.2% 那現在的大行看這隻大概 就去到135 估計它那個盈利的增長 都不錯的 甚至乎 可能是較剛才那兩隻 增幅是還要快的 那因為它剛剛是虧轉型的 就是有些季度開始轉型 那預期它全年都會轉型 那這隻股我講了很多次的 那時候就說希望是90元那些 那些就買了 回過下來之後 那回過來之後 現在衝上100了 如果現在你問我 如果再有一次調整 再一次調整 那大概104 就是105元 大概1月8日這個低位 就是104.9 所以104、105元那些水平 是可以吸納的 那好了 ATM之餘呢 那有人說ATM 我們投資版同事說ATM 另外一個M 就是小米 小米今天升4%左右的 那我覺得小米 就是說賣都是5G手機 就是看好它那樣東西了 那我5G 我就覺得我喜歡信與光學多些 它這個走勢強些 那小米就在低位那裡反彈的 現在13個幾 那它招股價都18元 那它曾經 就是其實都還是相對比較高 那當然這隻其實都是的 就是之前的歷史高位比較高 不過現在這陣子都反彈了很久 反彈上來 就是比較強勢 那信與光學呢 現在就 今天收145.7元 那去12月那個高位呢 就是見過149元那樣 那我覺得有機會升穿的 看看可不可以很快就升得穿了 總結而言 那現在中美呢 簽約 機會很大 除非兩個有特殊變數 中美簽約 那利好股市 現在人民幣又強了 那些資金又回到中港市場 那所以港股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那股份方面呢 主力就是ATM股 當然還有其他股份的 在這裏不能一一進入 請大家留意經濟日報的每天的分析 好了 今天時間關係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現在吧 冷靜看看 為止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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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